今天去掉鱿鱼中的王者 软丝大为优 超级好吃 平时还很难买到 嗨我是九月 现在就去试试 鱼饵就是这种木下 沉底后扯动鱼饵 通过模仿蒸下陶餐的感觉 吸引鱿鱼的注意 掉了几个小时 换了五六个地方 鱿鱼的影子都没看见 还在喷墨 好小啊这一条 这边海滩应该还有 哇快点了呗 哇疯疯疯疯疯疯 拉疯疯疯疯疯 好放松 好大一只啊 最后没掉几条 还被喷了一身的墨 带他们回家做饭 就从 喷了我的这一条开始 撕掉这层表皮 口感会更好 骨头和牙齿都去掉 剩下的就都能吃了 我还在码头买了 个新鲜的虾 来做虾滑 加入调料 讲好讲好 挤进鱿鱿鱼的肚子里 由于包虾滑 QQ弹弹 切上加鲜 把他的头还给他 让他看起来安香一点 然后挂起来烤 180度烤15分钟 哇 白白嫩嫩 给他们打上花刀 还要刷上酱汁复烤一下 来尝试一个用可乐做的神奇酱汁 这些调料加上可乐 搅和搅和 煮到浓稠 趁热刷上去 浓稠的酱汁不但更好入味 还能保护千元嫩的鱿鱼 不会烤老 180度再烤10分钟 再来搭配一个清爽的桃子汽水 软丝大尾油 号称鱿鱼中的王者 就是因为它没有腥味 还又脆又甜 包裹着鲜嫩的虾滑 切开的瞬间鲜香扑皮 既有烧烤的风味 又保留了滑嫩Q弹的口感 这一口下去 太过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